北京时间5月11日,中超第十轮的一场比赛率先开战,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广州复利,两队一个排名第三,一个排名第六,堪称本轮的强强对话,90分钟击战,国安2-2站平复利,巴坎布和巴哈维各自没开二度,值得一提的是,巴坎布的首个进球来,赐于浮城的绝妙之三。 十轮过后,浮城在出场的九场比赛打入二个进球并送出三次助攻,有球迷调砍,浮城这世彻底打通料任督二脉,本场比赛,两队都因维生病而做出阵容调整,国安方面,奥古斯托因伤缺席,索里亚,诺出,长鱼,巴坎布,连麦封县,文士豪也有伤在身,巴顿首发,国安排出最强攻击阵容,复利方面,近期状态出色的雷纳尔迪尼奥因伤缺席, 复利或有乌索和三哈韦两名外人首发,比赛开始后,主场作战的国安气势很盛,在控球率上占据绝对优势,复利一度摸不到皮球,第八分钟,国安全场三人打出流畅配合,索里亚诺中路脚后跟传球,浮城顺势送出一脚直分,巴坎布进区左侧面对江基红的紧,逼轻松推射得分,国安一比零领先,巴坎布的这个进球很大程度上,要归功于浮城的传球, 面对索里亚诺的脚后跟传球,浮城的直腮恰到好处,巴坎布的接球非常舒服,然后打远角得手,这已经不是浮城第一次送出这样的手术刀直腮,在第八轮于贵州队的比赛中,浮城就曾维巴顿送出一脚超长距离的手术刀直腮,此外,在国安三到三站平重庆,二杠以逆转上岗的比赛中,浮城还两次送上进球, 中超十轮过后,浮城出场九次,打入二球并送出三次助攻,要知道此前浮城赛季最高进球数也不过,是2012赛季的三球,如今赛季刚过三分之一,浮城就已经追平了进五个赛季的最高纪录,如果不出意外,浮城打破单赛季三球的个人心高几乎没有任何悬念, 从风格上看,浮城并不是一名以进攻建成的球员,不过在施密特的手下,浮城似乎有打通要任多二脉的感觉,下轮比赛,此前被停在时长的张希哲将解禁复出,此前不少国安球迷认为,张希哲回来后,很可能会点替浮城的位置,不过从目前表现来看,即便张希哲复出,浮城的主力位置短时间内也很难撼动,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